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知道他俩在秘密协定里瓜分了波兰 其实一同被安排的还有芬兰 一周后的剧情也是按照秘密协定在发展 当德国和苏联料理完波兰后 苏联就拿着协定去找他西北角的邻居芬兰 芬兰历史上属于瑞典王国 彼得一世为了北方的出海口跟瑞典国王打了21年 战败后瑞典被迫放弃芬兰 芬兰就此认为瑞典和沙俄之间的缓冲国 到了苏联和德国签秘密协定的那个时候 苏联认为芬兰和列宁格勒靠得太近不安全 而且怀疑芬兰迟早跟德国人勾结对付自己 所以向芬兰政府提出要求 把靠近苏联边界的那部分直接给苏联 否则后果自负 芬兰政府当然一口回绝 于是苏联人决定硬强 战争在寒冷的1939年11月30日爆发 在苏联人的眼里 芬兰就是一个弹丸小国 国力不强军队不多 政府也不像自家的那样强势能弹 以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 一旦宣布动手 那芬兰民众大概率是要四散奔逃的 战争会在苏联的军事机器 还没有彻底运转起来之前就结束 接着他们在芬兰成立亲苏政府 顺利的话半年内就能把芬兰 变成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乐观自信的情绪上了头 苏联红军迅速向芬兰出兵 然而芬兰人没有四散窥逃 他们利用地形优势和滑雪技能神出鬼没 给苏联人造成了严重的伤亡 由于军事行动失出无名 苏联在国际上不得人心 两周后苏联被提出国联 西方国家还给芬兰出钱出力出人 一个月后 寒冬彻底到来 战场的积雪半米深 苏联军方并没有做好过冬的准备 仗打得特别痛苦 不得不调动庞大的兵力和资源 才得以守住阵线和尊严 熬了三个月后 由于西方各国也要忙自己的二战 无法持续援助芬兰 在弹尽两局的情况下 只能和苏联谈判停战 芬兰失去了四万多平方公里领土 苏联可算达到了战争目的 这场持续了三个月的战争 正好发生在北欧最寒冷的冬天 历史上称为冬季战争 对于冬季战争的伤亡 苏联官方的报告说死亡人数是4.8万人 伤亡15万人 赫鲁晓夫卸任后 在回忆录里提到冬季战争时 说苏联损失了上百万人 真实的数据难以统计 学术界根据各方考证 认为苏联红军的牺牲人数是17万人 伤亡总数在70万以上 俄罗斯取得了一场惨胜 在国际上被一度孤立 更愚昧的是他那样一个体量的军事大国 被他没放在眼里的淡丸小郭芬兰给羞辱了 芬兰失去了领土 但是收获了民族荣誉感 通过战争确立了独立国家的地位 当然从那以后 他跟俄国人的关系就再也没法好了 历时总是惊人的相似 与冬季战争相似的 是一个月前爆发 而且还在进行中德俄乌战争 1991年圣诞节苏联解体 俄罗斯和乌克兰各自独立 从那时开始 俄罗斯就一厢情愿的 当乌克兰是自己和欧洲的缓冲国 也不管乌克兰愿不愿意 后来随着北约东扩 和乌克兰对欧盟的心持神盲 俄罗斯觉得自己的西部越来越不安全 趁着乌克兰内部混乱的时候 拿到了克里米亚 并支持顿巴斯地区武装独立 这种状态维持了八年时间后 在今年的2月24日 俄罗斯终于对乌克兰发起了军事行动 跟西欧北欧国家相比 乌克兰面积巨大 但是和俄罗斯相比 乌克兰也是个小国 国力不强军队不多国民东西分裂 总统是个没有经验的演员 政府号召力和控制力很一般 以俄罗斯全球第二的军事实力 一旦宣布战争 那乌克兰军应该缴械投降 然后倒戈才不合真实的人性 俄罗斯军队从东南北三个方向迅速突进 再配合特种兵空降基辅 乌克兰民众应该会撕散溃逃 俄罗斯可以在两周内推翻乌克兰政府 并建立一个亲俄的政权 把乌克兰变成一个规规矩矩的缓冲国 这种设想让俄罗斯军方自信而乐观 然而战争并没有按照这个设想推进 乌克兰人没有刺散溃逃 他们利用地形优势不断狙击对手 给俄罗斯人造成了不小的伤亡 俄罗斯的这次军事行动 同样在国际上不得人心 联合国会议屡次批评 西方世界一边倒的支持乌克兰 同时联手制裁俄罗斯 目前乌克兰公布说 俄罗斯士兵的死亡人数是1.5万人 俄罗斯反驳说自己人死亡1400人 外界折中估计的俄军死亡人数是7000人 另外坦克飞机战车的损失也比较严重 要知道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阵亡人数 加起来也不到5000人 战场伤亡不仅缺乏和舆论的质疑 让俄罗斯军队失去低落 他们不再积极打劫出战 而是用远程火炮代替进攻 乌克兰海滨城市马里乌波尔几乎被摧毁 但是依然未能完整占领 为了维持这场战斗 俄罗斯都开始将驻扎在远东 和格鲁吉亚的士兵调往乌克兰 战场之外 俄罗斯依然要承受孤立和制裁 难以达成一致的谈判似乎不可靠 普京需要找个体面的方法结束这一切 3月25日 俄罗斯国防部宣称 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已经总体完成 俄军接下来会集中力量解放顿巴斯地区 这是一项奇怪的战略转变 俄罗斯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真的完成了吗 刚开战的时候 俄方的目标是乌克兰去军事化 他的出兵路线和各种对外言论 都在暗示他要推翻乌克兰政府 并建立清俄政权 如今乌克兰士兵还在抵抗 甚至开始反攻 泽连斯基发挥特长在美国国会 日本国会 以色列国会 甚至欧盟峰会和北约峰会 像个网红一样拿赞助 俄罗斯却说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 相对于刚开始的高歌猛进 俄罗斯现在比较尴尬 如果让这种尴尬持续下去 那么战场上的损失会持续 战争的开支会持续 制裁对俄罗斯民众的负面影响会持续 俄罗斯的国家形象 也会在欧美帝反复宣传下持续暗淡 可见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后果严重 因此普京要在目前的状态下找一个方法 让这场战争以俄罗斯获胜的方式收场 这种胜利首先需要确保乌克兰不加入北约 这一条已经实现了 当然本质上是北约的纳辛原则决定的 俄罗斯通过战争验证了这一点 其次要实现顿巴斯地区的完全独立 佩尔球其次是在俄军驻扎的情况下确保独立 让这片地区作为俄乌之间的缓冲带 乌克兰向二战结束后的德国那样分成东西两部分 把这两条包装一下高调宣布 俄罗斯就能比较体面的结束战争了 然后军队撤出战场 给牺牲的将军们开追到会 甚至在外交上斡旋 尝试让西方国家解除制裁 如果局势按照这个剧本发展 普京会比较顺利的收场 届时他还是俄罗斯总统 如果局势偏离了这个剧本 那么后果谁也难以预料 麻烦是会一直困扰普京 让待在克里姆林宫深处的他 内心烦躁 乌克兰的民族历史 是长期被欧洲和俄罗斯 互相争夺和殖民的历史 历代沙皇从立陶宛公国 波兰王国 哥萨克人手里夺取了 大约80%的乌克兰领土 斯大林在二战结束后 以胜利国的身份 通过各种手段拿回了乌克兰全部领土 乌克兰第一次以国家身份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 就是1991年苏联解体的时候 但那一次是和平独立 乌克兰没有经历过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独立战争 这是他们的幸运也是他们的不幸 历史告诉我们 通过战争确立的国家地位 才是最牢固的 在乌克兰人心里 本次俄乌战争 或许就是他们的独立战争 在83年前的冬季战争中 芬兰败给了苏联 并失去了部分国土 但是芬兰赢得了民族自豪感 国家身份彻底确立 外表强大的苏联军队 被他们在战场上羞辱 在本次俄乌战争中 乌克兰大概也会失去国土 但他们像芬兰那样 也在战场上羞辱了全球第二层的俄罗斯军队 赢得了民族自豪感 经过这场战争 乌克兰人或许再也不会惧怕俄罗斯了 普京可以通过巧妙的手段 以某种胜利来结束这场战争 但是他解决不了的问题是 乌克兰以后会像芬兰或波兰那样 长期仇视俄罗斯 甚至整个欧洲以后 也会更加敌视俄罗斯 俄罗斯也将一定程度 失去欧盟这个最大的能源客户 如果顿巴斯彻底独立 甚至某一天像克里米亚那样 病入俄罗斯 那么俄乌两国永远不会和解 乌克兰会因为这场战争 和欧盟或北约走得更近 俄罗斯为了西部的安全 发起了这场战争 但是战争之后他会更安全吗 好了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 欢迎任何针对本期内容的评论和分享 关注局势军 让我们持续进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